我們現在的商討論集叫做波動跟波的傳播 先介紹波動 什麼叫波動 就是物質受到外力作用產生擾動 藉著彈性內力把擾動向外面傳播 就產生一些起伏 振動 同時呢 這個過程中就把當初擾動所傳給我的能量向外面傳出去了 所以 波動就是一個傳遞能量的方法 波動就是一個傳遞能量的方式 給我一個擾動給我一個能量 然後呢我有一些把彈性內力把擾動向外面傳 比如說水波 同時入水 同時就是一個外力的作用 把能量給了水 然後呢水面就起伏就是有擾動 藉著水這些重力把這個擾動向外傳 就看到一圈一圈的漣漪 那一圈一圈的漣漪就稱之為水波 就是水的起伏的狀況 就稱之為水波 像我們這個裡面所要跟各位介紹的是一樣的 我壓這個球 就有一個震動 就會使得旁邊的水也會有震動 球怎麼震動水又怎麼震動 同時的震動會向外傳 這個狀況還叫做所謂的水波 這裡面所顯示的就是我剛才跟你講的話 我剛才跟你講的話就是這個意思 就這個意思 OK 但是這樣的講法 只用在所謂的力學波 因為剛才講到有介質 需要介質傳波的就叫做所謂的力學波 又稱之為所謂的機械波 像水波就需要水 神波就需要繩子 所以這就要做所謂的機械波力學波 深波呢 我們國中教的是要空氣 要空氣 我們會說不一定是空氣 但是我們主要叫做空氣 所以我需要水 我需要空氣 我需要繩子 我要靠一個物質 一個介質 想能夠向外面傳播的 這種我們稱為力學波 或者是機械波 還有一種呢 是不需要靠介質的 我們稱之為電磁波 電磁波就是不用靠介質 就可以傳出去了 比如說這些都是電磁波 無線電 無線電波 家裡面微波裡的微波 去照S光的S光波 跟你現在日常生活 能夠看得到東西 有所謂的可見光 可見光 你可以想一下 我以後會問你 你怎麼知道 這個光波不用介質啊 你怎麼知道 光不用介質就會過來啊 想想看你日常生活的狀況 這以後我會問你 這不用介質 所以需要介質的叫做 力學波 機械波 不用介質的叫做 電磁波 波就是一個傳遞能量的方法 想說傳遞能量的方法 第一個你要了解的事情就是 誰是力學波 誰不是力學波 這是我們第一件事情 OK